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莫拉克台风来袭 造成台二十线南岸公路山区非常严重的一个崩塌 依据中央气象局在向阳设立的一个雨量站 它所显示的一个雨量资料看来 从8月7号到8月4号这里面这四天当中 它总共下了1420毫米左右的一个雨量 那这样的雨量事实上在8月8号当天就达到将近800公里的一个雨量 过去大家常驻驻流连的关海亭 以随着倾泻而下的沙石坠入深谷中 从隧道口仰望观山岭山 因为林木遮掩 无法一窥全貌 巴巴风灾后 它的庐山真面目已经一览无遗 再也无法隐身其中 隧道西侧入口前的道路 也难逃莫拉克的摧残 路旁玉山国家公园异象图 及布农族猎人的雕像 也在沙石及林木掩盖下面目全非 广场上叫卖热食的脏话老哥的发财车 卖热饮的小妹的咖啡车 也在莫拉克风雨交加的一晚消失无踪 南横公路148公里处的大摊坊 让人触目惊心 延迟从公路上方倾泻而下直到溪谷 风灾后第一次上山 原本想在崖口过夜 就因为坍塌实在超乎我的想象 因此拍了些惨烈的场景后 便落荒而逃 回城时又因为山上大雾及路面的积水 几次差点掉进溪谷 乌鲁峡谷是溪水经过千万年的切割 侵蚀而成的V字形杰作 风灾前溪谷有湛染的清澈溪水 但莫拉克带来大量的沙石 风灾后生建已不复存在 风灾前 乌鲁隧道下方的溪谷距台九县路面 少说也有四十米 但风灾后被沙石填平了大半 乌鲁峡谷的美总是令人占不绝口 乌鲁桥原本闲挂以岩壁上 风灾后 岗角已被沙石淹没 估计河面上升至少有二十米 我们再从雾路桥三个不同的角度 看溪谷在灾前灾后的改变 西谷中原有两座石头山 右边则是一公顷大的枫树林 再后一个石头山及整个枫树林都不见 新武桥周边的道路也被大水冲毁 所幸溢流的河水并未冲走桥体 这是不幸中的大幸 大伦西的水最满的时候溢过新武桥 新武桥两边的栏杆铁有的被流坏 我去看真的溢过这个桥 你看水量多大 灌手稍加整理 我去看水量多大 灾宝 好